啊 多么重的灵魯 怎么是我的全部 自2012年的中国好声音 中国选秀节目近来都非常的火 不但选手实力惊人 还撒下真金白眼 请到大咖助阵 舞台还一个比一个大 常常令人叹为观止 配合台上的精湛演出 台下也同步上演了 另一场精彩的实境表演 说嗨就嗨 一Q就哭 真情流入 他们是节目里不可或缺的 职业观众 一起来看看这批生力军 是如何逢场作戏 还有他们的独家内幕 中国景点 台上一分钟 台下要发功 加上激情的观众啊 好的表演才会有感染力 同时带动电视机前的你和我 为了确保观众的品质 职业观众成了中国节目的主要栋梁 不同的节目需要不同的反应 因此萌生了不同类型的职业观众 首先来看看 默默陶醉行 闭着眼睛 双手合十 随着音乐摆动 瞬间跟音符融为一体 再来看看激动跟唱型 这里观众啊 音乐性非常的强 不但能够跟着音乐动起来 还能跟着歌手一起伴唱 说他是真正的歌名 根本没有人怀疑 一点也不勉强 下来看看 眼睛是灵魂之创 不需要任何动作 只需要通过泛泪的眼神 和湿润的脸颊 瞬间打动了我们的心 这里的观众特别好Q 而且用途广泛 只要有感动的环节 就连相亲节目 他们也派得上用场哦 但是当今天他把这枚拿出来的时候 我倒不觉得 他在用老套的方式来随你穿 因为他实在是买不起 最后看看戏精型 戏精观众完全不需要导演来CUE 自主能力庞大 随时都会出其不意 做出常人难以理解的举动 随时都能让台下比台上还要精彩 被媒体报道 职业观众的酬劳 一般是从新币20块钱起跳 演得生动到位哦 还能赚取80块钱一场 出神入化的戏精 甚至可能还会拿到双倍 当然不单单是看表现 颜值高也会加分加钱 不单是一份可观的收入 还可以看到明星哦 新二代综艺天王吴宗健的女儿Sandy 也曾经爆料职业观众的内幕 现场换500个新的观众进来 录一集节目45分钟 他预备了1500个观众 在外面step吧 但其实聘用职业观众也情有可原 据中国职业观众中介公司透露 单单在北京区啊 每一个月就需要大约 七万八千名观众 即使每个工作人员 把全家请来 三代同堂一起参加录影 恐怕也难以应付需求 但职业观众再假 应该也没有这个假吧 江苏卫视啊 日前就搞了个晚会 但因为疫情关系 没有办法邀请观众出席 制作单位这时 神来一笔 制作了上千个纸片观众 足以证明了 观众在节目里的重要性 观众是假的 但责任却是真的 这一票我投给你